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好样Formosa 建国百年年底,国富纪念馆推出纪念国富孙中山先生的百壶展 由100位大陆紫砂湖的陶艺家们 以孙中山先生的经典真言做设计发想 成就出一只纸特殊的茶壶 我们带您去看看 背上斗笠的水牛壶 或是金雕细琢的鱼翁壶 100纸不同造型的茶壶 是大陆陶艺家对国富孙中山先生箴言的不同解读 陶艺家邵顺生通过顶天立地的方行湖 诠释国富的博爱理念 博爱两个字 对这个民种都有很大的爱护 是不是 他心中就是有不大的思想 爱护着所有的民种 就是这个道理 另一位大陆紫砂陶艺家 郁书良则是对国富孙中山先生的 有道德时有国家 有道德时有世界 这句话感触最深 道跟德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有道德也可以说 在社会上面也可以有一切 一个国家如果道跟德都如果失去的话 就什么世界都没有了 大家都努力在最短的时间产生最大的效力 到此地来做一个展出 33位以胡惠友的大陆艺术家们 特别组团来台参访 除了切磋胡椅 对台湾还有哪些印象 到时候很干净的 不像我们大陆 这一次刚好我们要总统大选 你知道这个事情要先总统 没有关心政治 没有听过 听过 但是我们不关心政治方面 这个我们不知道 来之前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家里只管做胡 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来之后知道了 来之后知道了 在建国百年年底 国父纪念馆推出压轴展览 纪念孙中山先生百胡创作展 一文交流中 也看见不同体制下 两岸艺术家的差异 新台湾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